Mavic Air 2拥有全新设计的遥控器,带来更完美的操控体验。 接下来将为您详细介绍Mavic Air 2遥控器的特征和功能。 遥控器正面从右到左依次为 电源按键 飞行模式切换开关 急停智能返航按键 电源按键 短按一次电源按键,可查看遥控器的电量。 短按两次,再长按约两秒, 可开启或关闭遥控器。 飞行模式切换开关从左到右有三个档位 左右波动即可完成切换。 起飞前,请确保切换开关置于No More档,即中间档位。 长按智能返航按键 直到遥控器发出提示音时,启动智能返航。 飞行器将返航至最新记录的返航点。 短按一次此按键将取消自动返航。 遥控器左上方为自定义按键。 默认出厂设置下,短按一次可打开机身下方的补光灯。 再次短按可关闭补光灯。 短按两下遥控器自定义按键可实现云台回中功能。 您可以在App界面内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进行自定义按键的功能设置。 短按一次右上角的拍照、录像切换按键。 可实现拍照与录像功能的自由切换。 搭配遥控器顶部的拍摄按键,即可实现快速拍照和录像功能。 左右拨动云台抚养控制波轮,可以任意调节云台的抚养角度。 要获得更加广阔的视野,可点击App中的操控,并选择允许云台仰视。 以上为Mavic Air 2遥控器的教学视频,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